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足球抓赌能走多远 一股一气谈 有话大家谈 学球的欢迎你好 欢迎收看一股一气谈 今天的随着岁末的来到大家非常的热烈 那么其实我看到我手边拿着这个东西啊 他就会说他到底是什么 过去我们都说他是踢的 踢足球 踢出运动精神 踢出我们运动的活力 但是现在足球似乎不是踢的 从全球到欧洲到亚洲甚至到中国都发生一个现象 足球是用来赌的 赌足球跟踢足球两个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运动的文化 运动的背景 但是是谁让我们的球变成了黑色 是谁在这里头当中灌水 在这里头生水 那么今天我们还好好挖出来 什么时候我们的足球才能够漂白 变回他原来的颜色 一场大PK再送我们就要开始 首先为您介绍场中央的PK嘉宾 第一位在我左手边的是 著名的青年法律学者 郝静松先生 欢迎他 第二位有人说他是中国足球第一反黑斗士热烈掌声 欢迎原浙江省体育局局长陈飞泽 陪德大哥 欢迎你到现场 第三位原北京国安队的领队兼教练 前健力宝主教练兼领队郭瑞龙 龙兄 欢迎来到现场 第四位著名的足球评论员冉雄飞 飞哥来到现场 好 欢迎大家 首先一开始 今天在岁末当中我们挑这个话题是 我们终于在2009年看到一个大动作 而这个大动作来讲对人要打扰是很大的期盼 我们看到了在足球这个部分来讲 要抓赌 要扫黑 你觉得这次是不是来真的 静松 我觉得这次来势凶猛 来势凶猛 中央高层级公安部都成立了专案组 甚至在整个查处行动中 都不通知当地的警方 那么我觉得这次肯定是要动正格的 肯定是要动中国的 跟过去截然不同的在哪里 截然不同 这次要动一个大的手术 动大手术 看到他在行动已经抓了有100多人 而且采取这种刑事强制措施 那么我觉得有些人他平时可能摇头晃脑 当老大当怪了 他一到警察那儿一采取强制措施 他就竹筒盗斗的什么都得说 好 谢谢静松 静松的信心快 我们再看裴德局长 这个毒球是黑色的 对不对 其实你在过去好多岁的时候 天天跟足球在一块 你觉得这个黑是怎么造成的 体制造成的 体制造成的 也是体制 内的人搞的 体制产生了 制造了温床 这个温床是联赛 联赛支撑的赌球 黑哨和甲球 好 您在过去的时候 大家都说你是在足球反黑第一人 现在看到了这次中央 来自公安局的进入这大动作 你是不是像刚刚静松转的 非常有心意这次可以干到底 我首先第一感觉大快人心 大快人心 毕竟是沉寂了八年了 非常兴奋 接着希望来了 可是说实在话 我现在还不敢过早的乐观 你担忧在哪里 我的担忧 历史的教训太深刻了 从上一次 01年到02年的 这场足球打甲扫黑 我觉得有四个教训 我们 我担心这一次 是不是能够吸气 或者是会再重演 第一 要法治 不要人治 不要再让谁 随便中途叫停 这次能不能做到 我还看不到 希望不要有第三只手 伸出来的阻碍 第二 第二 要让法 要让行规 服从法律法规 行规服从法规 不要让行规 成为办案的最终结果 防火墙 障碍物 第三 要顺藤摸瓜 乘胜追击 一查到底 而不要半途而非 不了了之 这一次能不能做到 我现在还没有信心 第四 要体现区别的政策 不要再搞坦白从官 脑底坐穿 抗拒从严 回家过年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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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陪德大哥刚刚所说的话 也是语重心长的 那么锐龙兄也是 过去多年 你看培育了这么多的人员 都是这个小白球 在玩起来的 现在就是黑色的 对 他刚刚的担心 你觉得这次来讲 是不是要值得提醒 这次是不是真的 从你的小说来讲 这次是真的 通过现在方方面面 得到的消息 和看到的报纸的报道 我认为中央这次 是来政格的了 一定 要把这个反赌 要进行到底 但是到多底 看中央和权力机构的决策 他的手段 他的方法 但是我要说一点 再怎么也不可能 完全的杜绝 水至清而无虞 并且在社会上 各个领域 包括体育界 各个领域 都有假赌黑的问题 而足球就是 职业化以来 它那个发展的 比较膨胀 很快 但是这次我认为 能够一直抓下去 能够一直抓下去 你最大的信心 是来自于哪里 我来自 中央的权力机构 对这种决心 来自老百姓的呼声 这是我最大的 依据 就在这里 好 谢谢锐龙兄 谢谢 来 熊飞 你看 刚刚那些当中也提出提醒 但是这回好像 跟过去我见到锐龙兄 跟好金松谈这话题 截然不同 他们两个过去当时 是不断的互换 这次他们发现 慢慢慢慢有信心 你跟他信心一样吗 熊飞 没有 没有 哇 一个冷水来了 我觉得有三个难点 非常非常突出 自个提醒三个难点 来我听听看你 请说 对 第一个难点 就是说取正难 这个 这是一个事实了 取正难 2004年的一些比赛 2001年到 应该说中国的赌球 从1997年 98年 就开始泛滥 就开始进入到 中国的职业足球领域里面 到现在十几年的时间 很多的 这个时候再去翻这个老账 再去查那些所谓的 证据早就湮灭掉了 证据又湮灭掉了 而且因为有 这个大的一个行动呢 可能会让有一些 掌握证据的人 他会有重用的时间 来销毁证据 那么没有证据 我们都知道 要想最后定罪 证据是第一位的 所以证据以来 我觉得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就是说 这个难度就是 这个泛滥的程度太大 太高 怎么样去 要查到哪个点 说实话 就是说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我就说 如果赌球要抓下去的话 可能会颠覆掉 中国足球的历史 可能会把整个 职业足球的历史 都会颠覆掉 因为有太多的人参与 就成本来说 来衡量一下他的成本 对 太多的球员在参与 太多的俱乐部在参与 太多的人在参与 还有外围的一些 涉及到太多的人 所以说要想 这么大的一个群体 都要抓起来 或者要抓一查到底的话 我觉得这个难度 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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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觉得还有第三点呢 就是说 我觉得我对 我对那个 刚才郭指导也说了 说 感觉到中央很有信心 但是我感觉 中央这次的信心 其实不明确 为什么会查王欣 是因为他在新加坡犯案 然后呢 新加坡的警方 反馈到中国 让中国这边 如果假设没有他 对吧 对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